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0面 那么我们一个大乘的佛弟子 当我们刚开始慢慢的已经能够 这一念心能够安住在 生性因果断恶修善 也就是我们开始安住在一种善念 然后我们慢慢从善念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到一种正念 正念真如的正念 那么开始在修学正念的时候 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应该依止什么样的方便法门 来修学正念 最能够成就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观念 说是 圣性无不通 顺利皆方便 初心入三位 实数不同论 圣性无不通 顺利皆方便 就是当这个人已经成就了圣道以后 他要从空出甲 广度众生的时候 那么这个六根六成六十都是方便法门 但是你一个初心的凡夫 葬身会浅 你要开始回到真如本性这个地方 就困难度就很高了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陈佛之道有两条路 一个是万恨一心 一个是一心万恨 当我们要修学万恨而会归一心的时候 那这困难度就比较高 那你这个门 你选择对跟选择不对 那真的是词数不同论 那有时候真的你修一节啊 那比不上人家修一天 因为你走这条路不是一个不好的路 坎坷的路 所以当我们 要万恨一心的时候 你一定要减别你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一定要减别 但是你要一心万恨 从家里面出来的时候 那你不要减别 那是顺逆皆方便 你看华华经华阴经 那不可思议 那诸佛菩萨 开方便门师真实相的时候 六根六成六四 随手脸来都是度化众生的方便 它总是有办法让你能够 产生善根 产生欢喜山山坡坡助理的世西坛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 回家的路是比较困难的 这点你这个门就要注意 回家的路要显着 但是从家里面出来 那就是每一个门都是妙法 你可以说那一切法门都是妙法 你有资格这样讲 但是我们回家的时候 你不可以说一切法门都是妙门 不能这样讲 这的确有差别 所以你看佛陀佛菩萨 这么花这么多时间 一一的来简别 这个地方有它的深意 什么深意呢 就是回家的路很难走 选择一条下手艺成就高的门 是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耳根的三种功德 言通常看通这部分 木灰观障外 口鼻亦复然 生意何方至心念分无序 前面我们都讲过了 我们看心念 这个心念这个心指的是义根 念指的第六意识 因为这个第六意识跟义根两个是 经常在一起的 那么这两个的特色是 念念生灭 是错终复杂 无有头绪 假设我们选择以第六意识的心念 来当回家的路 那这个有问题 因为第六意识他都念头很多 我们很容易被他干扰 因为他经常变化 他的情绪有时候快乐 有时候痛苦 情绪变化很厉害 那我们会产生一定的障碍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回家的路 那怎么办呢 隔眼听音响 小耳即可闻 五根所不起 试者通真实 这个耳根就不同了 耳根它的闻性 即便你隔了一道的墙壁 你也可以听到音声 他不会因为音声而有所障碍 所以他的特色是 是狭耳即可闻 狭就是眼方 耳就是近方 他眼近的音声都可以听得到 那么这个地方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从一个动态的音声来说 是狭耳即可闻 其次从静态的音声 我们讲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也是一种索引进 比方说莲花灯 诸位你听听莲花灯是什么声音 莲花灯是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表示说 它是遍满整个法界 你看我们今天把这个莲花灯 拿到美国华盛顿DC 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没有声音 它的那个文性 是遍满整个空间 就没有眼镜的差别 你看这个莲花灯放在这个地方 你听到这个无声 跟放在美国华盛顿DC的无声 完全一样 所以当我们听无声的声音的时候 那是听得更远更远 那是完全没有空间的障碍 这无声就没有眼镜的差别 那么这样的瑕尔记可文 是其他的五根 所不记足的 试着通真是这种通达五外的功能 所谓的动静恶相了然不生 动静恶相它能够了了分明 而且不生分别 你比方说我们讲舌根好了 舌根 它在肠胃道的时候 你必须有东西让它长 你没有东西的时候 它只要舌根一多度静态就完了 它那个人分别的那个长 消失掉了 舌根一定要合中之 一定要有东西来刺激它 它才能够产生了别的功能 所以它不能说动静恶相了然不生 没有这回事 它是有动态才能够了别 不像耳根 有声音也可以听 没有声音也可以听 我们可以听得到没有声音 所以耳根它的功能 完全超知在我 你外面怎么变化 对耳根完全没有干扰 它是通达而无障碍 它不随外境而有所障碍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再看第三个 长 它是恒长相续的特点 因生性动静 文中唯有无 无生好无文 非时文无信 生无既无灭 生有亦非生 生灭恶眼离 是者常真实 重令在梦想 不为不思无 觉观出思为 身心不能及 这个地方 赞叹耳根的第三种功德 就是长 说音生它的体性 有动态的有音生 跟静态的没有音生 这个所言进是变化的 但是对着能文的文心来说 是唯有无 唯有无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 在文心来说 它有动态 它听到有声音 它在静态的时候 它听到没有声音 所以文中 它听到有声音没有声音 对文心来说 完全没有什么变化 它还是存在 无生好无文 非时文无信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说 没有声音了 就没有文心的存在 这个是错误的 非时文无信 其实没有声音 只是说 这个声音是处在一个静态的状态 那么这个听文的功能 不但存在 而且更加广大 更加没有边际 我们前面说过 耳根在听没有声音的时候 那更加的广大 更加的没有边际 所以它是横长柱 没有随外境而有所变化 声无既无灭 声有一非声 所以身为耳根的文性 它是没有声音的时候 它也不随因声而消灭 有声音的时候 它也不随因声而生起 所以它是生灭恶眼泥 耳根的文性 这种绝了照尽的功能 那么它是 眼泥生灭两种的对立之相 这个是文性 常住不灭的功德 逝者常真实 这个地方是讲一般性 这一下提出一个特殊的例子 重令在梦想 就是说 好 即使你在睡觉当中 处在一个梦想的一个做梦当中 做梦的时候耳根呢 它是怎么回事呢 不为不思无 觉观出思为 这个不思啊 什么叫不思呢 这主的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在做梦的时候呢 这第六意识的分别的功能啊 就完全被梦境所残服 而忘事的梦境以外的所应进 比方说你是一个人 你做梦的时候梦到你是一只蚂蚁 整天搬东西 从东边搬到西边 再从西边搬到东边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第六意识 完全被你梦境 所残服了 你根本不会记得说 你还是一个人 不可能 所以呢 这个我们一个人 第六意识在梦境当中 是处在一个不思的阶段 就没办法去思维 梦境以外的人士了 但是耳根不同 它是不为不思武 那么一个文性在梦境当中呢 它并不会因为第六意识的无知而消灭 相反的 它对于梦境以外的阴声 还是能够寥寥分明 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 是什么把我们吵醒的 是闹钟嘛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听到闹钟闹钟呢 那表示耳根的文性是超越梦境 它能够从梦境里面 穿过梦境 回到我们梦以外的境界 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一个功能 是能够超越梦境 我们一个人睡下去就醒不过来 就是除非你自然醒过来 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吵醒 所以只有耳根 它能够超越梦境 所以它不为不思乎 所以它的功能的觉管出思维 这个耳根的文性的解了照经的功能 它是不必假借第六意识的如理思维 就能够任命生起的 所以这个在整个五根当中呢 乃至于整个身心世界当中呢 是其他的诸根 所不能 所不能及的 那么这个地方 等于是把耳根的书生 这个言通常 把它表达出来 欧威大师说 这个 这个我们现前一件信息的三德 刚好言通常是有关系的 所以耳根的言 是开弦 我们信息的波雷德 波雷德是言容无碍的 那么耳根的通常 通常是开弦我们心性的卸托德 因为卸托正是一种无障碍的妙用 那么长的功德是开弦这个法生德 这个恒常不便 言通常刚好是有助于我们开弦 我们一念心性的三德秘藏 所以从这条路回家 是最方便的 看第四 悔赐当机 递听 邪行 这段是文殊菩萨来教悔赐令 阿难尊者这个当机众 应该好好的递听 好好的学习 乃至于主法的修学 这地方有三段 一 四其合机 二 欠其善秀 三 结其真实 先看第一段 四其合机 显示耳根 是合乎我们末华众生的根基 今子说佛国 生论德宣明 众生谜本文 行生故流转 阿难众抢记 不免若邪失 岂非随手轮 玄流或无望 那么这个地方 把这个佛陀 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 先讲出来 说这个 说佛世界 释迦牟尼佛在教化 说佛世界的时候 它的特点是 生论德宣明 是以因生 来论说妙法 那才能够使令 这个唯妙的义礼 在众生的心中 能够宣唱 明达地表达出来 佛的心的道理 要转到众生的心中 要靠因生 通过耳根 来做桥梁的 那么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呢 有两种问题 有正反两面的问题 先看反面 众生谜本文 行生故流转 就是佛陀在传递因生的时候 有一种人是寻生流转的 就是众生 因为长时间 迷失了我们本具的文性 所以我们在听音生的时候 我们习惯是一昧地 寻求音生的身相 而分别他的音生 而产生流转生死 比方说 举个例子 阿兰敦者 他无量劫来能够设持 十方如来横河沙的 种种的秘密法门 但是呢 到了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他还是不能免于摩登且里之难 而落入邪师当中 为外境所转 那么这个邪师呢 当然一般字面的解释 就是摩登且里之难叫邪师了 邪恶的念头嘛 但是偶一大师对这个邪师呢 他也讲得比较深入 他说阿兰敦者这个邪师啊 讲得甚一点啊 就是任望为真 他依止眼影之心 来当作本来面目 以为眼影之心是能听闻 其实眼影之心 他只是我们所听闻的一个影像而已 就是任望为真 把这个妄想当作我们真实的心性 这叫邪师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在听到佛的音声的时候 第一种过失呢 就是行声故流转 那应该怎么办呢 岂非随手轮 悬流或妄 那么难道 因此呢 这难道不是说 我们只是随数你所听到的音声 而产生轮转吗 这段是 等于是叠前 跟前面的一个总结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旋流或妄 应该要旋转耳根的文性 而反文文字性 才能够破除虚幻 回归真实 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 佛陀以音声来宣扬真理 那么这个地方产生了两种效果 一种产生多文之忍 一种产生反文之忍 就有些人 他只是注意佛陀的名相 你看很多学者是这样子 他站在一种考据的角度 来研究佛陀的教法 那么你一考据下去 这部经的初注是什么 是谁说的 考到最后 结果大乘非佛说 整个信心都破坏掉了 那么佛陀的这个音声 对他来说变成一种障碍了 当然佛陀没有错 问题是 他的心 是向外攀缘 他没有注意音声里面的道 所以多文产生的结果 就是行声固流转 那么反文不同 反文 当我们听到这个音声以后 我们去思维里面什么是道理 所以一个宗教师 他在修学佛法的心态是不同的 他注重 佛陀到底想要诠释什么 从音声当中而产生道理 而能够反文文字信 结果悬流后无望 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多文比不上反文 他后面会讲到 就是说你阿难尊哲 你无量节来 你受持的十方主打秘密的反文 你比不上一念之间的反文文字信 比不上 因为你方向错误了 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我们在听文教理当中 两种不同的方法 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我们看 四二的欠其善秀 这个地方就欠美 阿难尊哲 你应该从多文 要转到反文 对你会比较好 看经文 阿难主弟听 我成佛威力 先说金刚王 如幻不识意 佛母争三昧 那么这个地方是文殊菩萨 很慈悲的 来教诫阿难尊哲 他说阿难尊哲 你应该 现在好好的如实地听 我文殊菩萨 承蒙佛陀的加倍 才有这个能力 来先说这个三昧 这个首嫩云王三昧 这个首嫩云王三昧 这个地方提出了 三种的名称 也诠释了三种功德 第一个金刚王 首嫩云王三昧 他依止的是不生命心 所以在修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受无名妄想的干扰 我们常说烦恼障 的确烦恼会障碍我们 但是有时候烦恼也不构成障碍 如果你一直生命心来修学 烦恼会对你的确是干扰 你有烦恼的时候 你佛号提不起来 所以那个谁啊 有一个金刚上师啊 在大陆有一个金刚上师啊 他讲到临终十念 他说临终十念 十念往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他说你要有波罗波罗蜜的智慧啊 才有八王临终十念往生 否则你 你临终的时候环终这么多 你也没办法十念往生的 也就是说你一定是在 练佛当中 另外有一个金刚王的三昧 就是要有这种 一直不生命心 不随妄转的这种功力 所以练佛 这个我们常说禅尽双修啊 他说禅尽双修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这个佛号提起来的时候 有一股金刚王三昧的保护 烦恼不会干扰你 因为你这个佛号是一直在不生命心 发动出来 所以同样的烦恼 有些人他不过程干扰 有时候过程干扰 那这个每一个人的智慧上根不同 所以你修起这个守恋人王三昧 他是不受无名妄想的干扰 第二个 如幻不适 修学守恋人王三昧 他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一种修学 怎么说呢 他是虽断 而无人断所断 虽修 而无人修所修 所以是不可适 这句话怎么说呢 虽修而无人修所修 虽断而无人断所断 我们没有闲那个言听之前 我们会怎么面对烦恼 我不知道诸位对烦恼的态度是怎么样 一般人会让我烦恼是真实的 只是说我不是不想住下去 实在是烦恼逼得我不得不这样做 他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烦恼 说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每天该拜佛也拜佛了 武当功也做了 但是我还是做不到 为什么 他说我这个烦恼太重 业障太重 这样讲我们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你如果经常保持这个心态 你就很难修行 因为你很难摆脱烦恼对你的掌控 你把他当真实想 那就完 烦恼不可怕 但是你认为他真实的时候 他变得非常可怕 因为你认为他真实的 你一辈子跟他纠缠不清 所以你看有些人 他一生当中 不要说断恶修善 他就把所有的修学 面对烦恼就差不多了 他哪有时间去 练佛练法练身 所以身善这部分更不要讲 如幻不识意就是说 你刚开始一个大圣菩萨 你要相信一件事 相信何其自信本之清净 本来就没有烦恼 如果你研究楝元经 你听到这个地方 你这句话还不能承当 那你这部经叫做结言 你的功德今生表达不错 但是没有失掉 你来生 这个善根还在 守楝元王三昧的根本思想 叫趁信起修 就是你一开始就要相信 自知我是为神之佛 诸佛是与神之佛 其体无别 你整个修行的角度 就是告诉你自己 我是本来无辱 我本来是没有烦恼的 那是一念的妄动 后来才有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的本来面目是没有的 本来面目是没有的 所以他叫如幻不识意 就是说本来就没有烦恼好断 他是用如梦如幻的法门 神对是如梦如幻的烦恼如此而已 那么你产生这样的思考模式 烦恼对你来说 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可怕 不是那么可怕 所以我们讲诸法无知性 一切从原起 你怎么去想象烦恼 烦恼它就变成什么样了 你想到它是真实的 它就很可怕了 你说本来就没有 那它就是 对你就不过程干扰了 所以这个如幻不识意 就是我们讲到 它是以一种不生命心 为起修 所以是如幻不识意 佛母争三昧 它是十方诸佛之母 也就是说十方诸佛 都是依止 这个手嫩人王三昧的 如幻三昧 而能够成就佛果的 没有一个佛陀 是例外的 没有一个佛陀 说依止生命心 而成佛的 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 是把这个手嫩人王三昧 讲到金刚王 如幻不识意 跟佛母争三昧 来赞叹这个果地的功德 再看下一段 如幻为神佛 一切秘密门 异若不先竹 细闻成过物 将闻识佛佛 何不知闻闻 这个地方是正式的 何者阿难尊者 在修学佛法的过时 说如幻为神佛 说阿难尊者 你过去曾经的 亲近的为神树的诸佛 当然也听说了 诸佛所先说的 有无量无边的 这种深奥的秘密法门 佛法如大海 流入阿难心 阿难尊者就是 作文抢记 他过目不忘 一听到以后马上记住 但是呢 异若不先竹 细闻成过物 你听到佛陀的经典以后 你没有好好的产生 回观还照 没有好好的去对峙 心中的烦恼 所以呢 只是一时的多闻 而没有产生内心的观照 那么变成一种修行的过时 我必须是说呢 这个过时是什么过时呢 产生一种生死流转的过时 生死流转的过时 那应该怎么办呢 将闻识佛佛 何不知文文 你既然能够依识 耳根里面的文信 来受识佛佛 这第一个佛指的是 十方诸佛 第二个佛指的是佛法 你既然能够用耳根的文信 来听闻受识 十方诸佛的秘密法门 你为什么不知文文 第一个文是耳根 能闻的耳根 第二个是 我们的文信 本来面目 你为什么不从耳根当中 反闻文字性呢 我们前面说过了 多闻的结果是 行身故流转 反闻的功德呢 是闲流或无望 这个地方正是 要提醒阿难尊者 你的心不要老是向外攀岩 应该会观反照 耳根没有错 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 看下一段的修学方法 文非自然生 因生有名字 玄文以生托 人托亦谁名 一根既凡言 六根成解脱 这个地方就把 守弄眼王三昧的 一个修学的次第 先讲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要 要突破的是个人的 震报的身心 文非自然生 就是能闻的耳根的功能 它是要 假借动静两种的生成 才能够产生 才能够产生 这个闻的功能 所以阴声有名字 要假借阴声 才有这个耳根的名称 耳根的功能 弦文以生托 但是如果你能够将 人文的耳根回观反照 那么外在的生成就脱离了 那么既然所闻的生成脱离 你人文的耳根 当然也就失去了这样的功能 那么就脱离根层 而恢复一念心性 我们讲囧脱根层 灵光毒药 因为你这个根攀岩层 才产生的六四 那你能够回观反照 就脱离根层 当然你的四的功能 就消灭掉了 一根既还原 六根层解脱 那么你刚开始 是从耳根下手 那么耳根能够 恢复到一念心性 其他的五根的障碍 也同时就解脱了 解脱了这个 我们前面所谓解脱的五印的障碍 那么这个地方是先从耕当中 自己的耕身 这个正报 而成就解脱 这以下再讲到一报的解脱 见闻如幻翼三界落空花 闻父义耕竹 成晓结缘尽 尽及光东塔 及照寒虚空 且来观世间 犹如梦中事 摩登且在梦 谁能流如行 那么 见闻如幻翼 这个见闻 其实包括了整个 六根的功能 见闻修长绝词 这种功能 就好像我们眼睛 眼睛当中有一种异病 一念心的妄动 才有六根 我们要知道六根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那是一念的妄想以后才有的 才有的这个问题 叫异病 三界落空花 那么因为有六根的异病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了整个六层的 这种各式各样的虚空有花 虚空没有花 但是你眼睛有毛病你就看到花 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有六根 才看到六层 那怎么办呢 文库易根除 那么假设耳根当中的这种攀岩的毛病消灭了 而恢复本觉圆满的心性 那么犹如空花的三界的一暴的环境 也就自然消灭了 也就是说你那个根生气解脱 那么气界随之消灭 我们讲拥脱根尘嘛 明观毒药 所以这个意思 那么它的一个 当我们能够脱离根尘世以后 它是什么相貌呢 近几光东达 急照寒西空 窃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世 这一段是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近几光东达急照寒西空 就是当我们的根尘既然完全脱落以后 我们这时候的星光啊 心中的光明啊 是内外通达骗照法界 无有障碍 这个近几光通达 这个近啊 这个近 当急近讲 就你一回光缓照啊 到的这种生灭急灭 极灭陷陷陷陷再进去 那个急灭再进去以后啊 星光就显现了 灵光毒药 那么这个是约本子来说 这一下约它的量 急照寒西空 那么我们一念星星呢 急而常照 照而常急啊 它的星的量啊 是寒果西空啊 那片十方界 你看所有的世界 依西空而住 你连西空都能够寒果 那其他的世界当然在你念心中 都能够寥寥分明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 我们设用归题的 这里是讲一题起用 那么这个时候你 依止晋极光透透的星星 再来灌世间的万事万物 那是犹如梦中世 看来这些如梦如幻 那么从如梦如幻当中 开始积功雷德 摩登学在梦 谁能流如行 这下解出一个例子 说摩登学你 什么叫摩登学你 从一念心性来说 它只是你这个 做梦当中的一个影像 是你的梦中的境界 那么一个梦中的境界 又怎么能够障碍你 梦境以外真实的心性呢 意思就是说 摩登前里之所以 对你产生障碍 是我们自心起自心 非幻成幻幻 你要不取证它 那么它只是一个梦中的影像 它怎么能够障碍 你的真实心性呢 就是我们讲了 你因为自心起自心 所以才产生了障碍 是举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地方 等于是把整个 守恼眼王三昧的 一个修学过程 脱离根深 最后脱离的器杰 这一下讲出一个屁 如是巧幻是 幻作诸男女 虽见诸根洞 要以一击一抽 习即归即然 诸幻成无性 这比方说 世间上有一个 很巧妙的一个幻师 一个魔术师 这魔术师指的是 我们真如随言的妙用 那么这魔术师 它有什么功能呢 幻作诸男女 它有种种的幻术 这个幻术指的是 我们无名的妄想 那么依指这个幻术呢 它能够变化 种种的男女的诸相 你看变现是 阿兰尊者的六根 变现摩登前里的六根 各式各样的六根 其实这个六根 都是无名妄想变现出来的 幻术变现出来的 所以这件诸根洞 要以一击抽 虽然我们看到 各式各样的男女六根 在那个地方 有各式各样差别的作用 其实事实上 它主要就是一念的幻术 一念的无名妄想的洞 所以我们常说 不是风在动 也不是风在动 是你的妄想在动 你看所有的事情 事出必有因 佛话讲 你一个人有问题 都有他的根 要把那个根找出来 所以说虽见诸根洞 表面上我们看到六根在洞 其实要以一击抽 就是那个击 这个击就是无名妄想在动 所以袭击归即然 诸幻成无性 当我们把这一念 当我们能够回光缓照 这念真如 袭灭这个无名妄想 这个击的时候 这个六根就恢复得极尽 乃至一切三界的果报像 也随之消灭 种种的幻象全部消灭 所以我们常说 梦里明明有六趣 生死凡夫看到的三界的果报 但是你仿望贵真理以后 请后空空无大切 为什么 因为三界的果报 正是我们一念的无名妄想 变迁出来的 所以你跟魔术师 你看 他拿一个手帕 变成一个兔子 这没有兔子 但是你看到是兔子 但是你把手帕拿掉以后 你看手帕可以变成一个兔子 也可以变成一个苹果 各式各样的都可以变 你可以变成一个男人 变成一个女人 那你这些影像是怎么来 是手帕来的 你只要把手帕拿掉了 这些东西都消失掉了 所以 虽一见诸根洞 要以一击抽 问题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匹义什么呢 我们看经文 六根意如是 言以一金明 分成六合合 一处成修复 六用皆不成 成垢应验消 成言明尽妙 那么我们六根的差别重用 众生难以六根的差别重用 意负如是 言以一金明 为什么有六根呢 无非就是一个金明之心 这个金明之心指的是 我们的阿赖也是 根本无名 就是真如不守之心 一念妄动以后 生命与不生命合合的 那个阿赖也是那个明了的心 那个很维系很维系的金明之心 那么因为有阿赖也是 当然就产生了 六根六丝的作用 所以一处成修复 六用皆不成 只要在一根当中 回宽缓照正念真如 这六根向外攀岩的功能作用 也就消灭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外在一切的整个三界的幻象 也就随之消失了 起而代之的 就是一个严明尽妙之心 这种四种功德 严明尽妙 严明尽妙就是我们一念的 亲近的本性 疑尘上诸写 明吉吉如来 这个地方讲它的果位差别 假设我们在回宽缓照的过程当中 无名妄想还没有断尽 那么是居在有学之位 大臣的有学 那如果是断尽无名 那么这个就是成就如来的救尽功德 那么这个地方把整个尔根严通的 仿妙威征的过程 先要阿难尊者从多文到反文 反文当中呢 先成就六根的亲近 再成就整个三界国报的亲近 最后成佛 不过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晋吉光东塔 吉兆寒西空 这个偶尔大师说呢 这个晋吉光东塔 其实它是有六极佛 有明智位的晋吉光东塔 观恒位的晋吉光东塔 乃至于相似位 纷争位 旧经位 它是有它的差别的次第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 本经为什么讲正念真如 为什么我们不讲正念无名 我们刚开始所面对的是无名 那为什么要正念真如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容易清楚 孔夫子有一个学生 他问孔夫子说 这是什么才是违政之道 身为一个地方的首长 我怎么样把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管理好 孔夫子讲出一句话出来 他说 己直错诸亡 人始亡者直 这个直 就是正直的君子 错就是安置 王就是弯曲的小人 他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管理这个政治 最重要是人的问题 当然很多小人 你也不能把小人全部赶走 因为世间上总会有小人在 没关系 你不要怕小人 你把正直的人 放在上位 把内的不正直的人 放在下位 就是把正直的人 放在小人的上面 这个小人就会产生变化 慢慢慢慢 他就变成正直的人 这句话 是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心中有无名妄想 但是我们常说 无名妄想当中 也有真如本性 两个字 现在是错综复杂 观像言妄 观性言真 他表现出来的像状 明明是无名妄想 但是他内在的体性 其实真理 你看这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只要把他真实的部分 表现出来 妄想自然消灭 所以我们修行 要转被动为主动 你一天倒地 注意无名妄想 你就完了 所以佛陀要你 你不要管妄想 你只要不断地意念真如 妄想就要消失 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看为什么我们要听经 听经就是一种进法的信息 加强你心中的光明 晋级光通道就是说 你把光明现前的黑暗自然消失掉 所以你不要老是去想妄想 想妄想的话你就完了 你要想说这个妄想 它的本质就是真如 即妄显真 所以有时候 我那个时候在静坐想 正念真如 真如在哪里呢 真如就在妄想当中 所以我们意念真如的时候 不可避免 一定先接触妄想 因为他只是妄想 真如在哪里 就在妄想当中 那你离开妄想哪有真如呢 那佛陀告诉我们 面对妄想的时候 佛陀绝口不谈妄想 你就正念真如就好了 就是几直错诸亡 人死亡者之 你不要管小人 你请来证人精子 放在小人的上面 人死亡者之 弯曲的小人 慢慢慢慢他就变成精子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值得我们深思 就是我这个正念真如的本意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 我们今天 还有一段 我们把这段讲完 四三 节其真实 大众及阿难 贤主导文姬 访文文字信 信成无上道 言通实如是 那么这个时候 文殊菩萨就普遍的 劝勉大众 及阿难尊者 说贤如导文姬 这段我们根据 偶尔大师的解释 说你应该 弦转你 行身而流转的 这种颠倒的 文姬 那么来 反文字信 回过来 来文理 本文的字信 旋转你 行身而流转的 这种导文字 忘记 而反过来 文理的本性 那么这样子呢 有什么好处呢 信成无上道 你 自然能够开显本性 自然能够破处 无名妄想 而成就无上的决道 那么言通实如是 这个就是 修学耳根法门的 真实的功德 那么这个地方 等于是 观世音菩萨 以过来人的身份 把它描述 他的修学过程 文书菩萨 也以过来人的身份 来印证 观世菩萨 做的是对的 你看这两个人 一个人是讲他的过程 文书菩萨来印证 这两个都是等约菩萨 那么释迦牟尼佛 最后 再做一个总结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在表演这个经典 是这个道理的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向下文常 附在来日 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